4月13日是世界阅读日配合人类登月50周年 台中的国资图以登月先锋为活动主题 规划一系列的手作工作坊、桌游博览会等精彩的活动 像是动手做纸相机、美与说故事等 邀请民众共同庆祝世界阅读日 也希望透过有趣的活动培养民众的阅读风气 罗谷喧嚣中坑国小的学童用精彩的花骨表演 为活动热闹揭开序幕 响应423世界阅读日以及配合人类登月50周年 台中国资图以登月先锋为主题 规划一系列手作工作坊、说故事等趣味活动 邀请民众在游戏中愉快学习 今天我们有各种阅读嘉年华会 也有各个优良出版社的各种优良图书的展示 同时有文创商品 还有各个小农市集 可以让民众一起来这里享受阅读的乐趣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民众 能够多借好书或多读好书 多分享好书 借好光的折射呢 我们的眼睛还有 利用纸盒和凸透镜制作成简易的相机 并探讨光的折射原理 或是和知名业者合作的手冲咖啡教学 教导民众冲出一杯好咖啡 还有透过折纸飞机了解速度和空气力学 多元化的课程让大人小孩都受益良多 就是在国字图 然后参加那个苏老师教纸飞机 然后就是有教那个回选的纸飞机之类的 然后觉得跟小孩互动还蛮棒的 伸说就可以了 伸说就可以看到机器人啊 对 那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 让孩童轻松融入美语课程 结合桌游博览会和各种活动 不只让世界阅读日变得更有趣 也提升民众的阅读风气 弯出新未来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